一款ACG作品是不是能夠吸引人並且引起共鳴 除了要有好的劇情、音樂和遊戲性等重點之外 整個故事世界的背景風格設定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而在遊戲作品中比較常見的主題 就有像是三國時代或是二次大戰等以真實歷史為主的設定 另外一個相當熱門的主題 則是以劍與虛構的魔法所架構起來的奇幻世界 不過今天電玩瘋要介紹的 則是一種結合近代歷史與虛構世界而成的獨特風格 相信玩家們一定有玩過這類遊戲 那就是有著精緻典雅的維多利亞風格 以及先進發達科技的蒸汽龐克囉 雖然蒸汽龐克Steampunk這個概念 早在這個名詞出現之前 就已經存在在許多的電影或小說作品之中 不過直到美國科幻作家K.W. Jeter 明確地歸納出這類作品的共通點之後 才正式出現了這個名詞 比較傳統的蒸汽龐克風格 主要架構在19世紀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之上 並且假設當時帶來工業革命的蒸汽機 持續發展出更驚人的發明 像是巨大的飛行船或是機器人等等 由於這個虛構世界的科技 是由蒸汽機作為主要動力來源 所以呈現出來的科技風格 也和現今電子資訊時代的科技產品截然不同 傳統蒸汽龐克裡的科技發明 往往都有著由銅鐵打造的外殼和管線 以及精密齒輪組成的機械結構 如果是大型機械的話 也常常會再加上運轉時 由蒸汽機所噴出的白煙以及氣聲 而隨著時代的演進 蒸汽龐克也慢慢地從電影小說 進入到動漫以及電玩遊戲之中 並且融合了魔法或是古文明等其他元素 發展出更多樣化的風格 像是受到各界好評的《冤醉殺雞》 和《生化奇兵 無限之城》 這是近年來的代表作品 甚至很多以其他風格為主的遊戲當中 其實也常常會看到蒸汽龐克的元素在裡面喔 而蒸汽龐克除了在電影小說 電玩動漫等領域裡發光發熱之外 許多的藝術和服裝作品 也都是依據這樣的風格去設計的 只要玩家們稍加留意 就會發現這個經典元素 其實早就存在我們身邊已久囉